叶永安教授是山东省医科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承认中国Synet专家委员会专家 国家医学项目评审委员会专家 指导技术专业委员会中国专家 也是山东省科技厅科学与管理执行主任 今天叶永安教授带来的题目是 一养太席 下面有请叶永安教授 那任老师应该是在 以前是也对练习太极吗 还是对科技特别感兴趣 我看您这个原先的工作单位是山东科技 山东省科技厅 对这个做了一些科学研究的工作 生命科学研究的 生命科学研究 原来没有做 所以最近的七八年嘛 觉得这个项目也对于这个 这个大发展来讲 科研的中国的科研方向 尤其现在疫情以后 科研的方向更明确了 人们也重视生物和科学 人们也重视健康 对随着人们对身体健康的重视呢 可能选择更多的传能体育项目 也希望您从科学的角度呢 给我们做一个指导 让我们这个太极呢 太极练习更科学 更健康 我想讲的 你实际上是 异样太极 在异样太极里头呢 我讲两点 第一点呢 就是说生命科学 也就是说生命科学 是人类先活的生命 但是你太极科学呢 又是生命科学里头的 一大组成部分 第二个呢 我想讲一讲呢 就是咱们的这个 心理生产业 实际上这个太极呢 将会成为世界人类的 一个新的生产力 这两点上呢 我基于两个基础理论 来给大家讲 于是一架飞机 它可能会有两个尺子 第一呢 在太极上来讲呢 就是东方中国的传统文化 是它太极的一个 基础理论的基石 当然所有的这些 大家也就是说 这些现在非移生存出来的 中国的这个太极拳 实际上呢 它们的海线技术 又是我们养生里头的 最能够见效的冲氧运动 而现在研领 也就是研究为导引的 科研为导引的 我们呢 还得应该从 四个小的地方 作为这个研究的内容 的这个基础点 第一我想讲一讲 一五是融合的 在一五融合的情况下 你们应该知道 要精准太极 实际上今天 我听了这两天的报告 朱燕市 这个秘书长 还有很多专家教授 大学的研究者 对我的启发 和学习 还是非常好的 我讲的那是精准太极 就是说你 有一些链太极 你它还没有把 基本太极的精准的精华的东西 也就是它的海线技术 进行测试的时候 你测试的那个标准 也就是说这 精准医疗那个标准 还是有差别 因为我在这个科研项目里头 这八年之中 我们一开始是 作为慢性病的作业调研 后来你又把它放到了 它以前放到慢性病里头 作为一个 恢复慢性病的一个科研项目 也是国家级的项目 当然它里头也有一些 其他的项目里在 但是在这里头 我刚才讲到了金融医疗 也就是说在你研究的时候 应该把所有的 你的技术 就像盖大楼一样 前面很多专家讲到这个 你的基准的东西 先盯好以后 你才能盯出精准的养生 当然最近 我还是中国 太极健康专家委员会专家 当然中国又成立了 康复专家委员会 也就是说你精准的康复 和非精准的康复 对于一些 得过大病的 尤其是动过手术以后的 你要如果用 太极全来回复的话 当然是好几方面 我单讲太极方面 中南山院是已经做出了表率 但是我们在临床上 最近这两三年内 如果你用药 尤其是神经系统方面的药 它的副作用是非常大的 但是你要用 太极这种恢复的方法 用精准太极和医疗的标准 去养生它的效果 超乎了医院的一些效果 而且你它可以把一些抗阅的病人 还可以你增强它的自育力 有自育的能力 因为说这种能力呢 它是中西医结合的 并不是单纯的光中医和西医 但在养生上来讲 我的经验和个人经验 个人之谈 以太极拳的核心技术 和中医的养生理论 为主导 用西医的现代化的科学的意气 去检测到 我们做了的 实际上做的指标 比较多一些 就是我做的 是常规指标的 还有生化指标的 当然废功能指标 我不可忽略掉它 新建图 包括你说你量的强深不强深 你的骨质密度增加了没增加 这些都是检测指标 再加上你免疫力 因为我是免疫力学 这个表科的这个文凭 而做这个研究的时候 刚才讲到了 大家实际上有共性的地方 非常多 实际上我现在认为你 打太极拳的意气 意是科学的 为什么这样讲 如果你的神经系统 它是个正念 而且是非常好的一个正念 像刚才他讲的那个手指 实际上也是一个导引数的效果 但是这个导引数的前提 是你神经系统下的控制导引 如果你光去单方面的去走 某一个肢解 或者不是全大脑的工作的状态下 这是告诉你 效果是非常差的 我顶上有三个 这个脑电图 就是脑磁图 脑图 还有脑电图 很多在这个开架上有了 回头这个地方 不要耐用大家时间 所以在这里 气也是科学的 刚才讲了意念 是要靠神经系统 控制下的太极运动 它可以控制很多身体的神经 运动神经 末少神经 甚至于还控制它受到压 它的欲望神经 它能控制哪些 打到最好的一个境界的 这样太极拳的这个 确实实是一个非常大的科学领域 我再讲一讲气科学 现在有很多人 在练太极拳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已经测到了 有一个相当大的数据 这作为国家的一个 另外一个课题 就是冲氧运动的课题 如果你在打太极拳的时候 在一克中之内 你打完了 你的肢体 在你血氧量的充值情况下 低于某一个值 是吧 现在都有血氧机 你们手表还有血氧机 对 它要超出某一个值以后 证明你的效果的能量是够的 最后我讲 一氧太极的时候 我是以物理化学 还有数学公式推导出来的 说你它是一个综合性的能量 因为你打太极的 不是单纯的 对于某一个器官 或者某一个肢体 它是个整体的 它神经系统的整体的平衡 已经超越了 在某些方面 已经超越了 越的功力 也就越的能量 所以在这个研究课题里头 当然也不要忽略掉了 就是现在我们忽略掉的是 这两个大的翅膀 一个你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支柱 一定要把它消化好 因为打太极 你不懂从我传统文化的理论 你在去研究它 就可能有一点偏 或者有其他的瑕疵 但是你要想的精准 产生精准的科研的项目 它不是一个学科 但是它的标准 那就是定它的精准的医疗标准 这个是准确的 只要医疗标准 它测试的 我们测试了四十几个项目 它们互相是有干扰的 互相之间里还有差异 在它的综合素质里头都好的话 我们测到了 还是正宗的 这是告诉你 炼太极拳的这些掌媒人们 还有这些正宗传传的 这些太极拳的这些核心技术 是非常好的 我非常感谢我的太极导师 也就是杨氏太极拳 现在的掌媒人杨军老师 因为他的这个养生 从宫里头 我查到的资料 到现在再衍生起来的 实际上他的在这个 构成太极拳的理论 成家里也好 是所有这五大家里也好 这样应该追溯到是五千年以前 你们看一看 就是考古专家发明出 发现的那些文献 还有那些图片 它里头多多少少的 都印着 也就是说都隐印着 很多的太极拳的理论和太极拳的练法 而中国这种古老的太极拳的养生运动 它原来的时候 你不光是可以防病 还可以治病 还可以治未病 就未来的病 当然在讲未来的病上 我补充两句 因为有人可能是三个 两个的技术不好 或者是我们现在查出来 你看七八个或者是十几个 参数不好的 这个都有 但是在练开极拳的时候 你这几个参数 你慢慢地就回转了 而且你那几个参数 你恰恰是往重病上发展的参数 而这个参数在小的时候 你不去管它 你没有一个好的养生的方法 因为你吃药就会有副作用 但是你练太极 能把那几个项目能练好的话 我在科技上有 就是帕金森这个 我们做了三十六个人 最后失去了四个 三十六个 我们最后成功的是三十二个 三年的跟踪中 已经说明了这些 最好的 它可以爬楼 也可以 这是告诉你 前天我看了看 它可以打太极箭了 当然这样也是综合性的 不光是太极 我们还有营养学 还有其他学科 在这里以后有时间 和大家共同地交流 和互相学习 尊敬的各位领导 尊敬的各位成传人 传承人 尊敬的同仁们 大家下午好 在这秋高气爽 说过累累的日子里 我们共同迎来了 首届国际太极科学 网络论坛会的召开 是一个可喜可贺的日子 在这里 请允许我代表中国山东 医学数据库专门会 向大会表示热烈的祝贺 并用我最忠诚 并用我最忠诚 最纯真 最热烈的心 向所有参与这次大会的领导 李秘书长 我的太极权导师 杨军老师 和教过我 和辅导过我的革命老前辈 和所有的工作人员 表示衷心的感谢 站在这里做报告 我既激动又有点紧张 同时能和大家进行交流 太极科学 又感到十分的荣幸 作为一名医科大学的工作者 能把科学和医学科学 太极科学 想结合起来做报告 我还是第一次 下面我讲一点 一样太极的感受 这是我做报告的题目 营养太极 我主要讲两个问题 第一 太极是鲜活的生命科学 第二 是心理生产力 因为太极运动 是科学的 它可以产生能量 而这个能量 可以转化成生命科学的能量 增强人力与体质 还可以治病 防病 这是胃病 因为每一个人的太极运动 是一个运动体 是一个能量体 生命不是以物为中心 而是以能量为中心的 这十四年级能量的体现 生命科学也是如此 所以 根据医学要求的指标 炼太极会有更好的效果 能产生出系列化的衍生产业 为人类的健康而服务 下面 我再用五个研究的方向 来给大家说明一下 第一 我们这是医学数据的研究的一些内容 来说明 神经系统的研究 第二 心肺功能的改善 第三 慢性病的治疗 预防和治危病 第四 骨骼和肌肉的康复 第五 免疫力 首先我给大家交流的是神经系统的研究 我们用太极练习者的几个测试指标来说明一下 测试的指标有这些 脑磁图 脑电图 脑电包 等医学的测试仪器来测试 而这些对于运动者和不运动者有着明显的差异 在充养上更有差值 我们这里做了四种不同状态下的 产生出来不同的脑电包的试验 第一 当你在紧张的状态下 大脑产生的是白打包 当你感到睡意萌萌的时候 大脑产生的是雷打包 当你进入深睡时的时候 大脑产生的是第二条包 当你做太极运动时 大脑活药 灵敏度增加 产生了阿尔法脑电包 而这些测试的参数 恰恰恰说明了你的运动的效果 而且我们用大量的信息 大脑的信息测试以数据来说明 太极运动对大脑皮肤头细层 大脑皮肤大脑深层是有很大的帮助和变化的 甚至于你年少五年的太极运动会发生结构性的改变 而这些大脑深层结构性的改变也是功能性的改变 对大脑深层性的功能障碍疾病 有着良好的辅助治疗效果 下面我们用几十名串者的案例给大家解释一下 案例包括帕迪森 脑萎缩 失眠和痛脑症状等疏护康复的一些病人测试 来充分证明说明这一科学运动的神奇效果 我以帕迪森这个病人几个病人的案例 作为典型的案例来解释一下 帕迪森病人长期服用的悦目会起到非常抗药能力 而这种抗药能力使他的病情很难恢复 我们有几个病号 生活非常不方便 专心买买都多多缩缩的无法生活自离 而且我们通过太极运动 可以治疗帕迪森的这些现象 我们通过三个月的太极运动 使帕迪森病人专者开始有所好转 六个月的这个太极运动以后 他们就开始好转了 他们能坚持三年的话 我们跟踪了三年的帕迪森病人专者的采集数据 说明了他不但能够改善了他的生活的方式 他的哆嗦嗦嗦嗦的手不哆嗦了 而且你还可以上楼 还可以提一些重要的物质 比较有重要的东西上楼 而且我们还可以有部分人员能够再去爬山 做爬山运动 这是非常可喜的一些好的太极运动的效果 当然还有其他四个方面 我们也跟大家做一次相互的交流 也就是说在心肺功能上的改善 慢性病的治疗和预防 还有治危病方面上 骨骼疾病还有骨肉的康复方面上 鼻鼓还有免疫力方面上 都会有很好的疗效和效果 我们大家知道 只要你们做太极运动 你就可以增加血液细胞 而在增加血液细胞的时候 这个血液细胞的增加量 是与你的运动量和你的身体状况相同 非常有关系的 而且每一个运动者的血液细胞 而且以上这五种病人串者都会增加的 而且你在增加力量上还是非常好的 第二个指标就是我们测到了 用红外线测试的方法 测试人在锻炼 打太极的时候 能够产生的一些个生命磁场 而这些生命磁场是对人民的自育率非常好的 它可以加强每一个人的身体质量的改善情况 还可以对哪一些人的一些比较多的慢性病 有着控制性的作用 而在整体改善上来讲 太极权对以上五种穿着都有很好的良好的改善的效果 在一些常规指标上面讲 还有一些其他的指标 我们也做了探讨 而做这种探讨 我们检查的指标有四十多个 有常规检验二十四个指标 生化指标十二个 非功能指标三个 新电图 古密度的测试 免疫力的测试 我们测了六个 都说明了 只要你做良好的 有标准的太极运动 它们都会有很好的效果 而且优于其他运动的指标和疗效 这是非常可惜的成果 我们有很多的测试人员 我们这几百个人力测试人员进行了测试 尤其是慢性病 有人在长期的慢性病的症状中 而在吃院治疗 还有其他治疗方法上 它的疗效不是很好的情况下 我们做了太极运动的辅助治疗 而疗效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而这些慢性病是多的 多种的 不管是什么样的慢性病 像心肺功能的慢性病 还有骨骼肌肉的慢性病 还有其他脑神经系统的慢性病 在太极运动下 它们都会有很好的效果 而这种效果是非常可惜的 有的很多的病人 我们通过半年 一年 两年的 刚才的四十多个指标的检测 对它们来讲三个月都有效 而且六个月和三个月 它们还有个差值 最高值是在它一年的时候 它能够改变它的慢性病的一些情况 大约分之六十到七十 而且可以控制其他疾病的发生 这就是说呢 强大的太极运动能量的 这个转化成生命科学能量的效果 我们在这里由于时间关系 不能一一都做解释 我们先把主要的指标 再给大家说明一下 你像它们的肺功能指标 它们的肺功能指标 我们在心肺功能方面上的测试中 显示了强大的为定 新冠病毒 我们用了这个 新肺功能的 这个太极运动回复方式 使新冠病毒病人回复的速度 加快了好几倍 而且还在它的体制和体制方面 和自愈的那方面 都有了良好的改善 关于它们的新肺的 新肺功能方面的发展 也是这样 打三个月和打六个月 和练一年的太极运动的运动者 的慢性病的串职 而且你越打的时间长 对它的病的疗效的效果会更好 而且我们还猜到了很多的数据 能够预防其他病 因为它有好几种 医学的指标已经表示 如果再上下发展 就会得另外一种病 但是在打太极拳的情况下 那些指标不但没有往后发展 而是往前好转了 这也就是说 对于预防来讲也是非常好的 而且你几种应 能够产生起来未来发展的病 而在预防方面 由于我们它是一种慢性病 不会延伸到更多的慢性病上来讲 在治疗方面上还可以只为病 总体来讲 太极拳运动是对人体的 整体身体的一些锻炼的指标 转换成了生命科学的能量 能够使人民的五脏六腑 还有正常运行的大动脉 小动脉等等一些运动的指标 向阳性的发展方向上去发展 我在这里只能解释到这儿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把其他一些运动的指标 在以后头我们再做详细的介绍 和更细致的探讨 剩下了一点时间 我和大家讲一下生产力的问题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 全世界有15亿人有慢性病 而经常做太极运动的人 还不到三亿 如果一个人有一种慢性病 他到医院治疗 可以花费一千块钱 如果他发展了两种或者三种 慢性病以上到医院再去治疗 他就会花八二八千年 才能进行治疗 而通过太极犬运动 我们测试了几百人 他给慢性病 只要在他一千阶段的时候 发展的速度是相当慢的 甚至于会往很好的方向发展 避免了后头再发 万二八千的治疗费 这对于一个人来讲 是非常有经济效益的 对于家庭和社会 有很多人租成的家庭 如果一个家庭有好几个病人 如果有社会每个家庭 很多家庭没有了 这样呢 大家会算出来 在GDP方面的指标 会消费多少 而这次疫情 所有的GDP指标 大家都能说明了这一点 有的国家就因为有疫情 所有病人身体状况不好 老落病残者 传染上了新冠病毒 而花费的经济支出是非常大的 而它的GDP指标 也是直接下降的 所以我讲 太极运动是人类的心理的生产力 而太极运动是最根本 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措施 由于时间关系 我的报告只能做到这儿 最后希望大家 共同携取手来 进行深化太极科学的研究 为人类的大健康 做出更大的贡献 谢谢大家